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生在恒河流域 温润季风和沃土 孕育了我丰硕的身体 我们享受凉凉相伴的欢愉 围绕着神奇与佛陀 香气鸟鸟间 思作际语 能微妙音响 能做歌舞 乘着季风 我飘向北方天空 无垠宽阔 遇见了身生双异的天使 结伴向东 邂逅承认西非的羽人 得到来自东方的精神贯注 飞越高原 飞越沙漠 最终 我们遇见一片神奇的崖壁 飞进洞窟中的佛国天地 无数个我 终于融合成我们 洞窟得名莫高 初开始 我们即在 在这极乐世界里 我们散花供养 欢喜悦舞 画师用凹凸法和运燃法 将我们描绘 头上的竖籍和保观 是来自故乡恒河的记忆 我们以幽形的身姿 努力跳脱重力束缚 半裸的身体 立体浑远 伴随着鲜花 肉身 与飘带 在空中游戏 再一百多年 骆驼从西域 再来生腾的火焰 纯净激烈的火焰 幻化吞吐之行 与中原的神思飞扬相遇 映照出我们的群聚 如山巒蝶杖 我们起舞的身影 愈发清秀 歇气 起舞不停 舞进大气开合 及短暂的随带 三十多年间 崖壁上新开的 七十多个石窟里 都留下我们 舞动的涟漪 有时 我们是庞大的歌阵 顺应火焰的方向 掠动着 卷涌的流云 有时 我们是天庭的 出行仙岛 鼓动起 急迟的飙风 层叠缤纷 之后 我们飞进一片 湛蓝通透 那蓝色 或许来自 河西蓝铜矿中 萃取的石精 更来自我们 细细悠有 所搅动的 无尽自由 我们在花草树木 亭台楼隔间 曼妙穿行 要什么云气 风 火 或翅膀 线条与空间的交错 流转 就能勾勒我们 飞行的模样 一千六百五十余年 二百七十多个洞窟 四千五百多深形象 诸天际月 百千万种 我们乘这时代的风云 以微好 全世盛大 且歌 且舞而来 我们曼妙风姿里 就是生命 我们轻盈飞过处 就是天空